上百名人员身穿统一的制服 头戴安全帽 手持棍棒砍刀 对另一方数十人大打出手 致使多人头破血流 有的甚至伤残 9月初这则题为 中铁六局组织人员 报答讨薪民工的帖子 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而在这起群殴事件的背后 隐藏着违规转包 联合行贿的黑幕交易 发帖者自称是 合肥至福州铁路安徽段的打工者 所发的图片中 头戴安全帽的一群人 手持棍棒铁管等器械 追赶殴打手无寸铁的民工 现场一片血腥 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认定 事情发生在8月27日 中铁六局约有百余人 参与了冲突事件 被打一方为福建信通公司人员 造成27人住院治疗 目前中铁六局 已经有6名工作人员被刑拘 这是中铁六局高层 精心组织策划的 这个一期 恶性地打扎强 这个暴力事件 冲突事件的发生地 位于京县境内的 比加山隧道进口处 属于合幅铁路安徽段工程 该段工程由中铁六局成建 而其中比加山等11座隧道 则由分包单位 福建信通工程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中铁六局指挥部的说法 福建信通公司负施工的隧道工程 存在安全质量隐患 工程进度严重之后 甚至出现了本该今年完工的隧道 至今未开工的情况 在福建信通提出退场的情况下 双方各自成立了清场小组 进行了清算谈判 然而在补偿金额上 双方分歧较大 一直未能达成协议 于是一方站着工地迟迟不走 而另一方催促无果 继而爆发了恶性群殴事件 新华社记者报道